逆拼改善好空气 中部七县市再度携手 来签署低碳宗教场所正正标章 跟一同宣誓 要在明年度成立空屋治理专案办公室 要全力以赴的还给中台湾人民呼吸权 而台中市长卢秀为表示 空屋治理不是单一个县市就可以单打独斗 七县市的平台已经完成有35项的合作案件 包括监督中火、用煤、减排等 未来也将持续的深化合作 让中部的民众更幸福 台中市长卢秀燕与中部的六县市代表 在众人的见证签署低碳宗教场所认证标章 并贴上现实的徽章 象征再度携手 从宗教环境着手 为改善中部的空气品质努力 通过我们的宣言对于只要可以达到低碳环保的 这样像宗教场合呢 我们都会给他低碳认证 让我们所有的县市民众了解他们的努力 给他们鼓励 那当然也透过这样的一个行动 未来对于所有民众生活的场域 那我们七个县市政府的这些所有的伙伴们 大家都会共同的努力 中台湾的各项发展紧密结合 透过区域治理平台更能强化 目前也已经完成35项合作案件 从监督中火又没减排的 未来将会持续的深化合作 让中部的民众更幸福 我们单打独斗不行 一定要团结力量大 所以我们成立一个共同的办公室 那有工作人员 那平常他们就可以进行讨论 那进行磋商 并且进行会议的安排 那这样可以让我们对于空屋的治理 更有效率 不论是宫庙团摆 一炷箱 之前减量 集中燃烧 或者是照进使用的环保鞭炮 以及环保礼炮车 都是宗教场所通过低碳 认证标障的条件 农历年开始进入倒数 宫庙团的参败人数势必标高 期限是新手全力以赴 要还给中台湾人民呼吸权 这里将台中采放不到